男子从驾驶座下车 下一秒汽车启动自动停车模式 准备要倒车入库 只见车尾慢慢进入停车格 前后不停 瞧角度 但却是怎么试就怎么卡 本来以为他准备把车头打正时 最后却因为停不好 整辆车直冲马路中央 化身马路三宝 甚至还一度回头 又差点撞上对象来车 中国理想汽车L9 拥有自动停车功能 但90秒却停不进去的LATSA示范 在微博引发讨论 有人说这技术也太菜了 更笑说买这样的车 都是交智商税 也有民众认为 应该要加上一条人工规则 停不了就要接手 而不是冲上马路掉头 也有网友指出 应该是停车位的前后障碍物 让系统判定距离不够 才会触发自动掉头功能 虽然说各大厂牌 智慧停车服务 越来越夯 但目前系统判读 还是没有真人聪明 一旦出包 不管是车主 还是用路人 还是会捏把冷汗 在新闻 黄泉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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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